价值300亿元被称作最贵菜园 抵加啦 板旗叶菜 火菜花菜 那个都有 那个豆菜 像那个有价值的 是豆 豆菜 豆菜 它像有中萝卜 有更新菜嘛 这里是新版特区 板桥转运站庞 占地430平方公尺 国有地 农业局2015年打造可食地景 每年提供158位学员到这儿 实际进行农耕 每梯次 正值期间为期一年 只要是新北市民 都可以参加抽签 让不少长辈可以外出 和其他农友互动 还成了驾杠都市农夫 这边可以帮你 帮你帮我这四年了 那一年三四百元 看着金星栽种的作物长成 他们满是骄傲 因为这些树果都是有机种植 不得使用农药 但遗憾的是这块地将被回收 新建国家儿童未来馆 对此新北市也证实该消息 新北市我们的可食地景园区 因为原先他是文化部 他要作为国家未来馆的使用 那他们设计案出去的时候 原先也希望在去年的年底之前 他们想要收回去 那后来也因为作业的期成问题 我们有再新闻给中央 那所以他们也提到说 在今年他们可能用不到 这个收回去之前 有关这个第三务的部分 我们都要恢复 那臂力点交给我们的文化部 我们希望这块地被收回去 政府能够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用 那更大的效用 当然就期待这会儿 也能够保持这个地区 有成都市菜园 能够保留一些 让将来的未来的核土 它能够有一个享受到 由于农民已签订窃结束 届时诺土地被收回 他们表示都能欣然接受 甚至愿意到国家儿童未来馆当制工 延续对这块土地的感谢 土发中心 新北报道